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阵界,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脑洞大开的科幻片《命运规划局》 男主大卫是一名年轻的议员 最近在他竞选纽约州的参议员时 不幸被报纸爆出他在校友会上恶作剧的丑闻 这是原本胜券在握的他支持率瞬间暴跌 事态难以挽回 落选的大卫在厕所里练习败选演讲 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人走了出来 原来他因为蹭别人的婚礼正在南侧躲避保安 两人相谈甚欢甚至一见钟情 而大卫也在交谈中获得了演讲灵感 使得败选演讲赢得了大众的欢呼 也为他在下届的竞选中做了很好的铺垫 一个月后大卫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路边的黑衣人理查告诉他的属下哈里 务必要在7点10分让咖啡撒到大卫的衣服上 而哈里却不小心打了个盾 让大卫顺利地上了公交 还遇到了爱丽丝 由于上次匆忙分别 两人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而这次爱丽丝给大卫留下了电话号码 由于哈里的计划失败 提前回到办公室的大卫目睹了自己的同事 正在被一群黑衣人修正 于是他被民运带到了一个停车场 黑衣人告诉大卫 他们来自一个调整人们命运的规划局 原本他今早应该错过公交 而无法遇到爱丽丝 甚至还会上班迟到 而哈里的失误导致这个局面 理查还命令大卫不许将他们的存在说出去 否则他的大脑将会被格式化 说吧 他们还烧掉了大卫身上写有爱丽丝号码的纸条 把他从一个门直接扔回了办公室 但大卫一直忘不了爱丽丝 他坚持每天都乘坐那班公交车 而三年后的某一天 他终于见到了爱丽丝 他追上前解释到电话号码丢失 而爱丽丝原谅了大卫 并邀请大卫在下午演讲结束后 去看他的舞蹈演出 这让规划局的人慌了 因为在规划书上两人本应只能相遇一次 理查只好再次出面调整 大卫发现爱丽丝的演出地址已被规划局更改 他不顾一切想要去找爱丽丝 而理查则穿过一扇扇门阻止大卫 大卫也不甘示弱 最终他躲过了追捕 成功地见到了爱丽丝 此时他与爱丽丝之间产生的情愫 已经不受理查控制 规划局只好派出他们经验最多的汤普森 出来调整局面 汤普森告诉大卫 他与爱丽丝的第一次相见是规划局安排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得到灵感 从而说出精彩的演讲 而继续见面会使爱丽丝阻碍他后续成为总统的道路 大卫表示 他只要能和爱丽丝在一起 可以不当总统 于是汤普森将他带到爱丽丝的演出现场 并告诉他 爱丽丝未来的命运是成为一名国际舞蹈家 如果他和大卫在一起 以后将只能做舞蹈老师 说吧 就一个示意使爱丽丝扭伤了腿 大卫束手无策 于是他将爱丽丝送到医院后 就悲伤地离开了 几个月后 大卫的竞选十分成功 他在报纸中得知 成为舞蹈家的爱丽丝要结婚了 这时 他再也忍不住了 而当初掌管大卫命运的哈里突然出现 他由于内心的愧疚想要帮助大卫 哈里将自己的帽子给了大卫 并告诉他帽子和穿越门的使用方法 第二天 大卫戴着帽子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地点 成功来到婚礼地点找到了爱丽丝 爱丽丝面对突然出现的大卫 感到震惊与愤怒 大卫急忙解释了有关规划局的事情 而此时规划局也发现大卫暴露了他们的存在 决定要格式化两人的大脑 眼看黑衣人就要赶到 大卫只好带着爱丽丝一起穿越逃离 直到他们穿越到第三个门时 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的爱丽丝彻底崩溃了 大卫则表示 他将要去寻找规划局的主席 改写他们的命运 最终爱丽丝鼓起勇气 和大卫一同进了规划局 他们不顾阻碍想要寻找主席 但却去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天台 并迅速被黑衣人包围 两人甚至已经无法逃脱被格式化的命运 紧紧地相拥到了一起 相吻过后 黑衣人却消失了 此时哈里拿着一张纸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原来主席被他们的努力打动 重新编排了两人的命运 哈里表示 他们不用再害怕规划局的追捕 并祝福两人拥有美好的未来 故事的最后 大卫和爱丽丝幸福地漫步在大街上 他们终于不再被命运的规矩束缚 自己掌握未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